台南在地口味破布籽 搭配充满浓浓黄豆清香味的豆包 慢炒而成的香煎破布籽 利用台南盛产的芒果 搭配红黄绿白黑五行蔬菜 所料理成的珠宝盒 美美的配色和盘式 都是许穗珍的精心设计哦 在料理反映人生 他是懂得品味生活的人 现在进出派 健康帝南来 来欢迎这位很特别哦 他是台南安平慈祭安平联络处的外语队窗口 我们的许穗珍师姐 师姐您好 爱珍师姐好 全球朋友大家好 安平这边会成立这样子一个外语队 是这样子的 我们安平联络处 它是属于靠近台南市政府 就是说会有外宾 就是说参观完台南的整个安平 比较重要的建设之后 那如果有鱼的时间 可能我们的市政府的同仁 就会把他安排到我们联络处 去来看看慈祭的那个联络处 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站嘛 对嘛 这个是环保教育站 这是全世界就是慈祭的 是做得最完整 所以外宾来就必须要有人翻译 对对对 所以你就是在一个无意的情况之下 承担了这个工作 对 那请问孙生师姐 你现在做的这个料理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香煎破布子 香煎破布子 这就是我们台南在地的农产品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了 那首先我们就是先把今天 我们要做一个爆香的动作 OK 就是说我们先把姜呢 先把它切 看个人的喜好 我自己是很喜欢吃姜 所以我的姜就会放得比较多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 把它切 调状之后呢 破布子配姜很合 当然很合 OK 会非常的 就是特别当您的胃口不太好的时候 就是破布子我认为 就是说是一个 让你食欲能够大开的食物 我有一次为了要处理破布子 我真的是一个晚上坐在那里 用手戴着手套这样 很小心地捏 因为它竟然里面还有那种 很小很小的纸对不对 对 就先把等一下要做的东西 我们一次都把它切好 这个豆包呢 我们就是把它拿来把它切 那我们就是尽量喔 靠你的手工把它切 尽量喔 越细越好 待会我们吃起来的口感 才会有那一种 跟破布子融在一起的感觉 听说你刚刚嫁来这边 对对对 看人家吃破布子你怕到吗 对对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破布子 北部没有这种东西 那我就觉得奇怪 我公公婆明明就是出家人 怎么会吃东西 一直从嘴巴吐东西出来 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仔细一看 这是什么东西啊 那后来呢 我自己在怀孕期间胃口不好 我才发现原来支撑我 一直到十个月 这样子把孩子生下来 就是客气味 对 所以那时候才了解 这叫做破布子 所以你刚刚在讲说 公公婆婆是出家人 对 她那是你结婚之前就出家人 还没 我结婚完之后呢 因为我先生算是最小的 那她结完婚以后呢 我公公婆婆就觉得 她的人生的责任已了了 所以她要追求自己的 一个宗教理想 所以两个人就一起出家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 各自 对 我公公先出家 是 之后大概一年多吧 一两年以后就换我婆婆 其实这是两个人都有 有志一同 很不容易 对 所以也从他们两个身上 学到很多这种 无常的观念 好 那我们一样 要放一点油 因为现在我们要把 我们今天的东西 稍微把它爆香 那姜我们先爆香 辣椒等一下再放 因为辣椒最重要是配色用 你如果先放的话 它的辣味就会出来了 太辣了 对 好 那我们就是呢 把这个姜把它爆香 那我们在爆的当中 你就会闻到有一个姜的味道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破布纸 把它捏碎 汁不要 它的汤汁不要下去 为什么 因为它的汤汁 我们可以把它留下来 做其他的用途 我们只要这个破布纸就行了 汤汁还能干嘛 汤汁喔 譬如说你要做其他的用途 譬如说你今天有要做其他的清蒸的动作 你就可以用这个破布纸的汁来做 那它就会非常的开胃 一种很鲜 对 很鲜的味道 就可以做调味了 对 好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 这个豆包跟破布纸 一起放下去拌炒 那这边我要需要爱真姐 帮我做一个动作 什么事 就是我们把这个九层塔 我们把叶子拔下来就好了 好 这个重大的任务请交给我 好 你嫁过来的时候 你公婆他们本来就已经是非常虔诚的 在修学佛法 对不对 那所以你们才会有所谓的佛 佛化婚礼 对 佛化婚礼是什么样子 佛化婚礼就是说像我们在共修一样 也要唱炉香战 我就记得 我就记得我在结婚的时候穿着新娘礼服 又踩着高跟鞋 那你知道我们从北部这样来南部 那南北温度差很多 我记得我是4月17号结婚 那我记得我结婚那一天 在北部是冷的 但是在台南却是热的 所以我租了新娘礼服是秋天的 结果又穿了个高跟鞋 那我也不知道炉香站这么长 一首歌看也没几个字竟然唱这么久 唱了全部的所有的来宾的人 全部都差点昏倒 譬如说上人 现在有上人开示嘛 那以前譬如说你在哪里共修 就有哪里的法师来开示啊 然后开示完以后又证婚人啊 又开示啊 然后讲完以后整个流程大概两个多小时 你想想看穿着这个衣服 就整个发花宾客 那我的家人他们其实也不是佛教徒 你是说你们娘家不是 结果全部的人呢 就是也被这场婚礼给感动了 因为大家也没有看过什么叫做佛华婚礼 然后这个 好 那我们这个破布纸呢 跟我们的这个豆包 它在锅子里面呢 那大家可以感觉到 这个破布纸我们刚刚看的是一颗一颗的 那它有一个特性 它到锅子里面遇到热 它就会变绵 所以你如果豆包选得更好的话 更绵 对 两个就会结合在一起 那接下来我们就已经到快要尾声了 已经到一个调味的动作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个九层塔把它放下去 然后我们的辣椒 还有我们的 我们可以吃吃看 如果你觉得味道呢 已经够了 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加白酱油 如果你觉得味道不够呢 你就可以加 那我是习惯放一点 这样子第一个颜色也会比较好看一点 因为那个破布纸本身也有鲜 就是鲜味跟咸饼 对 但是有的人他习惯就是做的不要那么咸 所以 但是如果不咸 它颜色又白白的不好看 不好看 对 好 那我们就是放一点白酱油呢 让它的那个鲜味更提升 但是绝对不要再放盐巴了 因为破布纸呢 它如果没有咸 它是做不起来的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咸的东西 人家就是要配饭 配饭的 没有 还有就是说它的黏性也需要透过盐巴 它才能够结合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放一点麻油 那为什么一开始不要放麻油调味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麻油 如果你一经这个热火在那边拌炒的时候呢 你的麻油就会苦掉了 我们就先把我们的东西呢 做出来以后把它塑一个形 好 那我们做出来了以后呢 大家稍微看一下 它的形状是这个样子 看你的东西多寡 那我们就可以像这个东西 今天的材料比较少一点点 那我们东西就往前 把它压 一直压 用力压喔 因为我做的这个动作呢 等一下两个小时以后 就会发生作用 你猜猜看会发生什么作用 变饼 对 就像一个饼一样 它就会变硬了 那今天的香肩破布纸就到这边 就这样 那我可以吃一口吗 好 可以 那可是两个小时以后 它不是冷了吗 它的味道不会走 而且冷了之后 你吃那个豆包更Q 好好吃喔 很下饭吧 我还要煮一个什么 我还要煮一个 它是来救那个东西的 就是台南的一个水果 大家猜猜看 吃的那个东西太多了 需要破布子来解毒 而且是全世界都很爱的 对 那道料理叫什么 那道料理叫做 猪宝盒 好 猪宝盒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材料跟调味料 好 猪宝盒 材料有炒香的起司 萝卜 小黄瓜 红甜椒 芒果 杏鲍菇 黑木耳 吐司 奶油 橄榄油 调味料有 盐 蜂蜜芥末沙拉酱 好 现在你看真的是珠宝和琳琅满目 那怎么做呢 好 那我们今天示范的东西 我们就用萝卜来当我们今天的珠宝盒子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请艾珍姐帮我们做一个事情 怎么做 要把我们的盒子修得又整齐又漂亮 有点困难 就是最大的工程了 真的 好 这样我会坚定 我已经把你这个都处理好 你只要找这个叶子 我们用剪刀把它修剪成一个像盒子这样 我先示范一个 好 就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比较嫩的这个蜗具 然后我们就把它剪成一个盒子 那剪好的东西我们也不要把它浪费了 对 我们就把它埋在里头 所以我们就是剪了以后很简单 通通收在里面 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做起来的盒子就有这么漂亮 可以 OK 我会 那首先我们珠宝盒吃起来就是说有饱足感 所以我等一下会先 我今天选用的是一个全麦的一个核桃面包 所以它也可以当成一个是半主食 它吃的是会饱的 那切大概一公分的一个正方体 那切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我要用锅子来爆香我们的奶油 奶油呢 那事实上我们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只是说想把它提个胃而已 那事实上你也可以像在家里面烤面包一样呢 在烤你的这个面包放在烤箱里面 放一点点奶油再烤 对 放一点奶油 那这样子等一下我们的面包吃起来 就会有那种酥脆的感觉 对 那这个是我们珠宝盒里面装的第一样东西 好 那我们把它爆香了以后呢 这样感觉有酥脆的感觉之后 我们找一个容器把它装起来 来 宝物 对 第一个宝物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放我们今天的第二项宝物 然后切了以后呢 我们也跟我们的面包一样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正方形 好 这个如果说自己当做早餐也很棒 对 我放在这里好了 我就直接放在锅子里头 可以喔 我每切一个东西就放进去 这样也可以少洗东西 好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木耳 我们就可以把它切成丝 虽然生机是生机 我还是觉得你要把它汆烫 或一个快速加热 总是比较有农药上的安全 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接下来是我们的杏鲍菇也是一样 我们都是把它切得比较 跟刚刚的吐司大小都差不多的 对 杏鲍菇 所以都要炒过 对 这个都是多糖体 你要经过有油的一个加热作用 它的营养才可以释放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把所有东西都丢到锅中里面去 最后一个宝物就是这个 什么 红色的 对 因为我们为了要让我们有配色的效果 好 所以呢 有人就说 那你珠宝盒可不可以放那个 奇异果 或是什么其他东西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 喜欢放什么 对 像火龙果 这个时候也是很多 你放的火龙果 那个颜色也是很漂亮的 好 这样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美丽的 很漂亮 对 好 那我们就是开火 现在才要开火 对 你东西要全部都放进去了以后 再来开火 把它炒一炒就好了 对 把它稍微拌炒一下 当然你的香菇 这个杏鲍菇是一定要熟的 台南当然 玉井就是以芒果最有名 对不对 对 很多人来吃了以后 吃了太多了 就会过敏 像很多人过敏性皮肤痒 或是你的鼻子 或是身体体质 比较怕这种 比较燥热的东西 那它的解毒方法 就是说 就是会有破步子 所以它们两个生长的季节 是一样的 之间是一样的 对 很奇怪 你只要芒果没了 破步子也没了 对 对 好 那我们这个煮好了以后 我们放一点盐巴来调味 这个小朋友一定很喜欢 对 我们放一点盐巴来调味 那接下来我们的宝物呢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芒果 那这是台南的芒果 那现在是十月份 所以就是人家说这个高尾酸 所以它比较硬一点 你摸摸看 跟这个艾文不一样 其实那芒果种类太多了 对 品种很多 好 那这个芒果呢 我们不要下去煮 因为你下去煮了以后呢 它就会 口感不好 维他命也没了 而且颜色就不好看了 是 跟刚刚的面包一样 都是大概一公分左右的 切一下 好 然后就把它 我们就可以把你所有的宝物 先装起来 还有一个 最贵的宝物就是这个了 最贵 也是今天呢 跟大家稍微推荐一下 像我们吃素食啊 最缺的就是一个盖子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们只要找到 有起司片在锅子里面呢 你就是把它一直加热 一直炒一直炒 那这种起司的东西 你一直加热 它就会融化 对 那融化因为它里面有水分 等它水分收干了以后 你这样一直炒一直炒 它水分收干了以后 它就会变硬 硬了以后 你就把它盛到盘子里面 把它缩一个形 以后呢 你再放回锅中 像在煎豆腐一样 两边把它煎得 这样金黄 那你就可以放到冰箱 把它储存起来 这样的工作就是说 你日后要做什么料理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点画龙点睛的东西 来 我们先在上面呢 把我们的面包 好 这份我的 我怎么 怎么 我们就可以把面包放上去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东西 刚刚煮好是有点热了 所以要小心一点 所以其实是可以放凉再来 对 放凉了 你的叶子才不会很烫 好 好 那我们就是这样呢 把它做美了以后呢 然后最后再放上我们的 芒果 芒果 对 好 就是放我们当季的水果 那这样子放完还不够 好 这样子还没有它的价值感 好 等一下我们要放我们的蜂蜜芥末酱 对了 还有啊 因为这个吃起来会有点 嗆鼻的味道 好 那我们就放一点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花 好 然后呢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刚刚讲的最贵重的宝物 这样子呢 我们的价值 这个白满拿出去 真的很丰富对吧 感恩你喔 好 感恩 香煎破步子 做法是姜切末 辣椒切丁 豆包切末备用 起油锅爆香姜末 放入破步子 豆包 加热拌炒 接着放入九层塔和辣椒之后 再用适量的白酱油调味 起锅之前 淋入少许的麻油 拌炒均匀之后 趁热放入铁盒中 压紧 待凉之后 切块摆盘就可以了 猪宝盒 做法是 锅具液洗净 剪成碗状来备用 吐司切丁 放入锅中 用奶油炒香起锅备用 小黄瓜切丁 黑木耳切丝 杏鲍菇切丁 红田椒切丁 放入锅中 开火 加入少许的油 拌炒至熟后 再用盐调味起锅 芒果切丁备用 卧剧碗中 放入蔬菜料 面包丁 芒果丁之后 再淋上适量的蜂蜜芥末沙拉酱 和起司片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特派员关佳宇 我现在来到了台南市的赤坎楼 它的前身呢 是1653年 和治时期所新建的欧式建筑 普罗明哲城 台南当地人叫它做华拉劳 它曾经是全台湾岛的统治中心 现在则是国地古迹哦 说到这个台南 我们都知道它是台湾第一府城 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小吃 像是蚵仔煎 菜桃粿 还有黑羹 欸 不过这些都是荤的吗 当然不是啦 我没有找到素的哦 好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这个素食的黑羹到底有多厉害啊 走 这家台南府城内有名的老字号素餐厅 从早年的和菜餐厅转型到今天的欧式自助餐啊 菜色多元 有生菜沙拉吧 易发料理区 现炒青菜 日式和港式茶点 种类丰富琳琅满目 三十几年的品牌经营 对于素食有着特殊的坚持 我们是希望让素食可以跟环保 做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结合 因为素食来说 它现在就已经是一个体内的环保 所以我们在对外的方面的采购啊 还是食材的来源 我们也会去做一个非常详细的去 看怎么跟在地的农民去做合作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碳排放 那就是成为内跟外都是一个环保的结合 为了要让吃素更健康 这家餐厅还自制酵素 用来清洗蔬果 而这个技术 还是到国外跟相关的专家学回来的喔 这样的用心跟高纲 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我们餐厅什么都没有 就是果皮很多 我们就直接把果皮收集起来 然后浸泡起来成为酵素 在清洗的过程中 它流到下水道 因为酵素本身 它就是一种清洁的作用 那它会让下水道的一些 什么油污油垢一起被清洁掉 那所以说我们在同时 在做洗菜的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做到环保的一个概念 走遍全台自主餐厅 菜色几乎是大同小异 但是这里众多的菜色当中 我却发现了有趣的东西喔 那就是台南小吃区 因为我们是很道地的台南餐厅 也是希望说台南吃素的人 可以吃到什么 蚵仔蒸 虾卷 萝卜 萝卜糕 蚵粿 因为以前没有人做成素食的 所以我们把它转成素食的概念去做 这素食的黑干真的是很厉害啊 素侠人 碧琪 红麒丸 马铃薯 碧玉笋和豆皮 加为内馅材料 然后呢用四角豆皮包起来 下油锅炸至金黄 吃着嘴里的口感酥脆 香气充足 完全是不输给葷食啊 另外一道有名的小吃 就是蚵仔蒸 利用草菇的口感和味道来呈现 这素食版的蚵仔蒸 风味完全没有糟米 而且还非常的好吃 还有还有 就是土拖鱼跟蘿蔔糕 这些也都是用原食材下去料理 不使用素食加工品 不但是味道 口感 层次到位 更让人能够放心地品尝 像它的蚵仔蒸 我来我一定会吃蚵仔蒸 它是非常就是很道地 然后又跟我们平常都吃荤的 很难得有素食餐厅 还可以做蚵仔蒸 对 而且我做的蛮香的 又口感很好 蚵仔蒸 如果我们来这边的话 都有一点 还有什么虾卷 就是素食的虾卷 用餐环境很好 那里今天很舒适 因为宽敞又舒适 大家又很热情地招待 那我觉得蛮不错 那东西又蛮丰富的 特别会推荐 像我女儿的婚礼 我同事的婚礼 我妹妹的婚礼 女儿的婚礼 都会推荐他们过去煮 我已经推荐很多很多人 严选食材品质 用心设计每一道料理 这样的心意 让来的消费者 都能够感受得到 在大家越来越注重 环保和健康的此时 请你跟我们说 他们的料理一定会 越来越环保和养生 我们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